我们梳理一下苏迪罗的行走路线就会发现 虽然并没有登陆浙江 却对浙江影响时间更长范围更广 那究竟是何原因 一起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8号晚在福建中北部登陆时 台风苏迪罗就给浙江带来较强的风雨影响 强度强范围大 登陆后移动缓慢 路径偏北 滞留福建境内超过14小时 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朱定珍说 此前控制浙江省范围的负热带高压 强大而稳定和台风相互作用 导致浙江省上空偏东风急流强度强 持续时间长 偏东风又从海上带来源源不断丰沛的水汽 有利于强降水的产生和维持 台风虽然是一个旋转的窝旋 但是台风里面的风和雨并不是均匀的分布的 或者说是一个集合对称的 所以这一次台风 它实际上真正的出现的强降水 确实并不是集中在它的这个台风中心附近 而是在它的偏北 也就是在它的右板原附近 特别是在浙江南部这一带地区 正好地形地势 是容易出现这种迎风坡的这种地形地势 那么在整个这个台风登陆过程中 它的这个湘岸风和这个迎风坡 造成了这些因为地形地势 而产生了这种局地的强强降水 甚至于有些地方已经达到了 这个800毫米的这种降水